新歌《God you》是每年的延續 2020年正式開始 2021年的DWBF 我會形容2022年的《God you》 即是一首很直接地告訴你 有你就好了的一首很甜的歌 《God you》會是一首比較直白一點 《劉一天》《月利喘息》這首歌 其實我又不是完全覺得它是情歌的 因為我覺得它是很多時候放在很多對象身上都適合用的 可能是朋友 家人 身邊的所有人 可能是你身邊的寵物 所有都適合用的 但是《God you》對於我自己 我個人主觀地 就是覺得真的是一首比較直白的甜蜜的歌 直接告訴這個人是因為有你 所以就很多問題都解決了 又又 絕對有溝通 就是其實那些歌不是自己填字的 都會是跟填字人溝通很多 然後他們就會揮筆寫了一份很好的歌詞出來 其實這次也有跟T-Rex有溝通的 這次是跟它第一次的合作 但是我也覺得挺一見預估的 都很直接溝通到會是甚麼的感覺 當中有甚麼密碼 藏在裡面 所以都很開心的 這次合作 是導演的意思 但是我覺得其實都很合理的 因為現實一點說 真實一點說 可能我覺得而已 那人生其實充滿著很多時候都是一些 比較不開心 或者比較傷感的事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那剩下的一二就是很開心的事 那也都是說 我自己覺得是 正正因為有一些傷感的事 所以一些令到你開心 或者很難得的事出現 那時候才顯得特別珍貴 那我覺得每一樣很開心的事 背後都一定有很長篇的故事 就是可能例如以一對情侶為例 那一對情侶可以走到白頭到腦背後 都經歷了很多的 就是可能亦都有很多爭執 很多不愉快的事 那一對好朋友可以一直有疑永固 當中都一定少不免有誤會 有吵架的時候 那所以我就覺得 每一個美好的故事背後 都一定會有一個相感一點 現實一點的一個背景 所以我是覺得是很合理的 今天是第一次騎馬 很開心 好玩 這個是希望以後的MV 都會多一些不同類型的活動 因為我是 如果譬如當我放假 或者我有個空餘時間 我真的不會在我的bucket list 說我想去學一下騎馬 但是導演跟我說 今次的MV要騎馬的時候 我也是很開心 我很想試一下 所以我覺得很好 今天做事是完全可以將一些 平時不會做到 但是原來我也很想做的事 可以做出來 所以很開心 今天有一點點 騎馬的時候太開心 顧著看一隻馬 不記得看女主角 導演就要不停提著我 你要對望她 但是劇情很開心 劇情很開心 還要洗 替馬洗澡 很棒 就是都舒服的下去那一刻 淪陣陣 但是真的坐下去那一刻 感覺又怪怪的 可能是因為自己知道自己是穿著便服 然後是穿著正常的內褲 然後是穿著正常的內褲 所以感覺就怪怪的 如果我那一刻裏面穿著是一條泳褲 外面穿著沙灘褲 整件事就很適合了 但是其實那個 身體是否很不舒服 又不是的 可能心理上覺得 我穿著一個不是很適合的衣服 去做一件事 純粹是一個這樣的感覺 但是挺開心的 就是熱烈烈的 浸著水吃一下西瓜 今天的場景很好 這首歌是因為近期看了一套電影 在電影裏面有出現這首歌 所以當導演說 你要唱一首歌去哄女主角開心 你是要整個人都很開心 很有氣氛的 那我第一時間就爆發了這首歌 那這首歌其實是一位 我自己是很敬佩的一個 藝人前輩的作品 那所以是很好 所以第一時間就想到了 亦都希望可以當作一個致敬 我自己都很喜歡這首歌 那我從小到小就聽了 都不輕鬆觀看 去看 我從小到小就開始 好 我容忍